见必有个张妻嫂 为人甚是活动 听得平氏啼哭 时常走来劝解 平氏又时常 让她点卖几件衣服用度 极感其意 不够几月 衣服都点尽了 从小学的一手好针线 思量要到个大户人家 教习女工度日 再做屈楚 正与张妻嫂商量这话 张妻嫂道 老神不好说的 这大户人家 不是你少年人走动的 死得没福自死了 活得还要做人 你后面日子正常嘞 终不然做针线娘了得你下办事 况且名声不好 被人看得清了 还有一件 这个灵就如何处置 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 便出钱令房 终究不是个了局 平氏道 奴家也都绿道 只是无计可施了 张妻嫂道 老神道有一侧 娘子莫怪我说 你千里离乡 一身孤寡 手中又无半钱 想要搬着灵就回去 多是虚了 莫说你衣食不周 到底难守 便多守得几时 亦有何意 以老神于见 莫若趁此青年美貌 寻个好对头 一夫一夫地随了他去 得些彩礼 就买块土来葬了丈夫 你的终身又有所托 可不死生无憾 平氏见他说的尽礼 沉吟了一会儿 叹口气道 爸爸 奴家卖身脏腹 旁人也笑我不得 张妻嫂道 娘子若定了主意时 老神现有个主在此 年纪与娘子相近 人无其整 又是大富之家 平氏道 他既是富家 怕不要二婚的 张妻嫂道 他也是续贤了 原对老神说 不拘投婚二婚 只要人才出众 似娘子这般疯子 怕不中意 原来张妻嫂 承受奖心歌之托 让她仿一头好亲 因是前妻三巧出色标志 所以如今 只要仿个美貌的 那平氏容貌 虽不及的三巧 论其手脚伶俐 胸中精卫 又似圣他 张妻嫂次日就进城 与奖心歌说了 新歌文得是下路人 欲加欢喜 这里平氏 分文彩礼不要 只要买块好地 殡葬丈夫要紧 张妻嫂往来回复了几次 两相一蕴 话修凡旭 据说平氏送了丈夫灵鹫入土 惦记毙了 大哭一场 免不得起灵除笑 临妻 蒋家送衣室过来 又将他点下的衣服都赎回了 成亲之夜 一般大吹大雷 洞房花烛 正是 规矩孰贤虽旧事 安情美满 圣心昏 蒋心歌见平氏 举止端庄 甚相敬重 一日从外而来 平氏正在打迭衣箱 内有珍珠山一见 兴歌认得了大惊问道 此山从何而来 平氏道 这山而来得蹊跷 便把前夫如此张智 夫妻如此争攘 如此赌气分别 竖了一遍 又道 前日艰难时 几番欲把他点卖 只愁来历不明 怕惹出是非 不敢路人眼目 连奴家至今 不知这物是哪里来的 兴歌道 你前夫陈大郎 名字可叫做陈商 可是白净面皮 没有虚 左手长指甲的吗 平氏道 正是 蒋心歌把舌头一伸 合掌对天道 如此说来 天力昭彰 好怕人也 平氏问其缘故 蒋心歌道 这件珍珠山 原是我家旧物 你丈夫 奸骗了我的妻子 得此山为表记 我在苏州相会 见了此山 使之其情 回来把王室修了 谁知你丈夫客死 我今续贤 但闻是 灰州陈客之气 谁知就是陈商 却不是一报还一报 平氏听罢 毛骨悚然 从此恩情欲赌 这才是 蒋心歌 重慧珍珠山的正话 诗语 天理昭昭 不可期 两期交易 赎无便宜 分明欠债 长他利 百岁因缘 赞换时 再说 新歌有了管家娘子 一年之后 又往广东做买卖 也是何当有事 一日到何浦县饭朱 价都讲定 主人家老儿 只捡一粒 绝大的偷过了 再不承认 新歌不愤 一把扯他袖子要搜 何妻去得势重 将老儿托翻在地 爹下便不作声 忙去扶驶 气已断了 儿女亲临 哭的哭 叫的叫 一阵的簇拥将来 把新歌捉住 不由分说 痛打一顿 关在空房里 连夜写了状词 只等天明 宪主早堂 连人尽状 县主准了 因这日有公事 吩咐把凶身所压 次日候审 你到这县主是谁 姓吴明杰 南基尽士 正是三巧的晚老公 初选 源在朝阳 上司因见他清廉 吊在这和浦县 采珠的所在做官 是夜 吴杰在灯下将准过的撞词细乐 三巧正在旁边闲看 欧见宋福所告 人命一词 凶身罗德 早阳县客人 不是蒋星哥是谁 想起旧日恩情 不觉痛酸 哭告丈夫道 这罗德是贱妾的亲哥 出伺在母旧罗家的 不欺客鞭 犯此大辟 观人可看妾之面 救他一命还乡 县主道 且看临沈如何 若人命果真 教我也难宽幼 三巧两眼勤泪 跪下苦苦哀求 县主道 你且莫忙 我自有道理 明早出堂 三巧又扯住县主衣袖哭道 说哥哥无救 见妾一当自尽 不能相见了 当日县主升堂 第一就问这起 只见送福送寿弟兄两个 哭啼啼地与父亲执命 禀道 因争诸怀恨 灯食打闷 扑地身死 望爷爷做主 县主问重干政口词 也有说打倒的 也有说推爹的 讲新歌便道 他父亲偷了小人的珠子 小人不愿 小人不愿与他争论 他因年老矫琢 自家爹死 不甘小人之事 县主问 宋福道 你父亲几岁了 宋福道 六十七岁了 县主道 老年人容易昏厨 未必是打 宋福宋寿 兼职是打死的 县主道 忧伤无伤 须凭检验 既说打死 将尸发在陋泽园去 死晚堂听检 原来宋家也是个大户 有体面的 老儿曾当过里长 儿子怎肯把父亲 在尸场踢骨 两个双双扣头道 父亲死状 众目共见 只求爷爷到小人家里 相宴 不愿发检 县主道 若不见铁骨伤痕 凶神怎肯服罪 没有师格 如何深得上司过 兄弟两个只是求告 县主发怒道 你既不愿检 我也难问 慌得他弟兄两个 连连叩头道 但凭爷爷明断 县主道 忘妻之人 死是本等 倘或不因打死 驱害了一个平人 反增死者罪过 就是你做儿子的 爸的父亲到许多年纪 又把个不得善终的恶名 与他 心中何人 但打死是假 推扑是真 若不重罚罗德 也难出你的气 我如今叫他 披麻戴笑 与亲儿一般行礼 一样并练之费 都要他支持 你可服吗 弟兄两个道 爷爷吩咐 小人敢不遵依 新歌见县主 不用刑罚 断得干净 喜出望外 当下原被告 都叩头称谢 县主道 我也不写审单 着差人押出 乃试完回话 把原词 与你消气遍了 正是 公堂造业 真容易 要及阴功 亦不难 是看今朝 无大隐 皆冤是罪 两家欢 据说三巧 自丈夫出堂之后 如坐针毡 一闻得退牙 便迎住问个消息 县主道 我如此如此断了 看你之面 一般也不曾责他 三巧千恩万谢 又道 妾与哥哥久别 可思一会 问取爹娘消息 官人如何做个方便 使妾兄妹相见 此恩不小 县主道 这也容易 看官们 你到三巧被蒋星哥修了 恩断一绝 如何嫩的用情 他夫妇 原是十分恩爱的 因三巧坐下不适 星哥不得已而修制 心中物字不忍 所以改嫁之夜 把十六只香龙 完完全全地赠他 只这一件 三巧的心肠 也不容不软了 今日他身处富贵 见星哥落难 如何不救 这叫做知恩报恩 再说 蒋星哥 遵了县主所段 着实 小心尽礼 更不惜费 宋家弟兄 都没话了 丧葬势必 拆人压到县中回复 县主换尽丝牙次座 说道 遵就这场官司 若非令妹再三挨看 下官几乎得罪了 星哥不解其顾 回答不出 少请茶吧 县主请入内书房 叫小夫人出来相见 你到这番意外相逢 不像个梦境吗 他两个也不行礼 也不讲话 紧紧地你我相报 放声大哭 就是哭爹哭娘 也没见这般哀惨 连县主在旁 好声不忍 便道 你两个且莫悲伤 我看你不像歌妹 快说真情 下官犹楚 两个哭得半休不休的 哪个肯说 却被县主盘问不过 三桥只得跪一下 说道 见妾罪当万死 此人乃妾知前夫也 蒋新歌 料瞒不得 也跪下来 将从前恩爱 及修妻再嫁之事 一一素之 说吧 两人又枯作一团 连无知 连无知县也堕泪不止 道 你两人如此相恋 下官何人拆开 幸然再次三年 不曾生育 即刻领去玩具 两个插主也是败谢 县主急忙讨个小轿 送三桥出衙 又换及人夫 把原来陪嫁的十六个香龙抬去 都叫新歌收领 又拆典礼一元 护送他夫妇出境 此乃无知县之厚德 正是 诸环和谱 虫生财 见何封城 备有神 堪县无共 存厚道 贪财好色 竟何人 此人向来奸子 后行取到吏部 在北京纳宠 连生三子 磕地不绝 人都说 因德之报 此是后话 再说 蒋星哥带了三桥回家 与平氏相见 论起初婚 王氏在前 知音修了一番 这平氏倒是明媒正取 又且平氏年长一岁 让平氏为正房 王氏反作偏房 两个姊妹相称 从此一夫二妇 团圆到老 有失为正 恩爱夫妻虽到头 妻孩作妾亦堪修 央详果报 无须谬 直尺青天 莫远求 不想谈判